出花园是中国潮汕地区 一种特有的传统成人礼俗 冰狼与潮州会馆青年团 今天就举办了出花园成年礼 吸引15名潮州儿女的参与 没错 出花园不仅仅说明了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也涵盖了孝道 基于仪式来提醒孩子们 要尊敬爱护父母 感谢家长的养育之恩 冰狼与潮州会馆青年团 今天首次举办 出花园成年礼仪式 让年满15岁的潮州籍少男少女 体验别具意义的传统潮州习俗 出花园承载着丰富的潮汕文化 在潮州人眼中 未成年孩子就像是生活在花园里 到了15岁 父母就会挑选良辰吉日 将孩子迁出花园 代表孩子从此必须承担起 成年人的责任和使命 为自己和社会负责 这次的活动 共有15名少男少女参加 他们在双亲的见证下 正式迈入少年期 透过仪式 参与者了解这项活动 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潮州文化 也含带了孝顺和感恩的意义 然后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感谢父母 然后就是他们从小到大 就是给你无限的爱 还有帮助 给你读书 给你 给你 给你读书 然后给你家 这样子 冰狼与潮州会馆主席 纳都斯里黄志旭表示 出花园一般会在农历三月 五月和七月举行 这也是大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 仪式一开始 15名参与者先用浸泡了12种鲜花的水 洗手和洗脸 象征洗涤过去 准备迎接新的开始 之后 青少年穿上全新的红衣裳和红木鸡 这是迎接成年的礼服 他们还会拜别床神 象征脱离亲情庇护 迎接独立生活的挑战 青少年还会咬鸡头 象征出人头地 来到成年里的重头戏 就是敬茶仪式 15名潮州儿女 向父母下跪敬茶 感谢家长的养育之恩 也借这个机会拥抱父母 续说心里话 一些家长还留下感动的泪水 我的印象中 其实原来是这么复杂的 所以很开心的 有这样子的团体 做这样子的活动的话 我们做父母就不用这么心烦的 去筹备准备整个的环节 然后也知道 整个活动也可以让孩子知道 整个这个仪式 这个文化的用意是什么 让他们知道体验到 其实是一个他们成长 成年里的一个里程碑 出花园工委会主席 黄胜佳致辞实坦言 出花园这种潮州文化习俗 已经逐渐被淡忘 因此会馆决定把这个仪式 定为常年活动 他希望槟榔与潮州会馆青年团 能够保留和传承潮人文化 让这项习俗代代相传 Nонов 't rejecting 逐渐 徐渡 无竟 提醒 都 不 词 这是 坏